另外川普到了密西根州 其实密西根的州长不是很开心 他批川普政府对于疫情缺乏有效的因应 怎么说呢 因为福特北北工厂的防堵疫情 从三月开始停工 两个月之后 好不容易在五月中旬终于复工了 重启了生产线 但是好景不长才开工两三天 就有员工因为确诊得再度停工 所以福特北美工厂现在又是停工的状态 因为疫情来牺牲了很多的方方面面 包括了欧洲车市也不乐观 观众朋友请看 有欧洲27成员国 现在包括在四月份 欧盟的新车的销售量 也来到了历史上的新低点 只销售了27.68万辆 还不到28万辆 这个是去年同期减少了76% 来细看各国 包括意大利 包括西班牙 包括法国 包括英国 他们的需求量都滑到了历史低点 甚至都已经几乎到了90% 80%这样子的销售量的负成长 另外可以看到 在车厂方面 雷诺 克莱斯勒 大众 戴姆勒 通通都是下滑的 无一例外 而法国的财政部长 勒梅尔就说 雷诺如果没有办法尽快 获得帮助 以应对应期的冲击 可能会消失 雷诺这个车厂 其实已经蛮古老的 然后也是很多 欧洲人喜欢的厂牌 如果它消失了 恐怕对很多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 无法接受的事情 我们现在赶快来连线专家 现在上线的是U-Car的执行长 陈彭旭 彭旭哥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彭旭哥 我们最近大家最常问你的事情 大概就是疫情冲击下 民众对于如何买车或选车 要怎么来做好功课 的确我们收到的数据 包括大众系统的搭乘率也下降了 很多人可能在这段时间不敢搭 包括公车 捷运 想要自己开车 那这个也算是 刺激我们汽车的买气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的 对 其实的确这段时间 在台湾来讲相对起来是 不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在欧洲或美国 在整个汽车产业受到冲击那么大 那台湾的确汽车市场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 就开始有点增温的现象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也跟整个台商回流 受到疫情的冲击 可能大家减少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那汽车变成是一个防疫的 一个替代性的交通工具 那这段时间的的确 各个车商推出新车的速度 稍微在前两个月有点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几个月开始又有点是 有点像国内的观光一样 开始慢慢复苏了 所以如果要选购新车的消费者 可能事实上可能不急 急责在五月 我相信六七月之后可能会陆陆续续 在上半年原本已经被delay的 这些新车上市企划 可能会再重新发动 执行长我想请教一下 我这边收到的讯息是像是 Nissan福特Toyota在下半年 都有新车要强势 是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几款 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建议 对其实我们讲说国内 目前市场上最热的 其实还是SUV 也就是休旅车 那运动休旅车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 那去年当然一整年 Toyota的RAV4 都稳坐了整个市场销售的龙头 那今年的Toyota也会有新车 我们讲说RAV4 比较像是一个家庭用途的中型SUV 但是我们在SUV的 另外一个区分市场里头 我们称为是比较个人化需求 或者是更入门的小家庭的 这种小型SUV 那Toyota今年会有新车 那今年的Toyota小型SUV 一定在市场上是一个重量级的产品 那各家都要应对 那影响可能就会是Honda的HRV 可能是现在在这个急剧里头的龙头的Nissan的Kicks 那我相信Toyota一出 这两个品牌一定要对应 所以其他这两个品牌虽然不是新车 但是可能在价格或者是在各项的购车的条件上面来讲 都会推出优惠 那另外中型SUV里头 我相信很快 在下个月就会有另外一款重量级的车来的 就是福特的KUGA 那KUGA因为在去年的Focus的上市 非常成功的这个基础下 他们想要乘胜追击 所以我相信这台车也会对于整个的中型SUV市场 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那我相信除了新车上市会吸引买气之外 那其他没有新车的车厂也会对应的推出一些优惠 是 所以有计划要买新车的观众朋友 现在可能要停看 而且要多做一点功课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要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当然蛮有趣的 这个是在洛杉矶的一个码头 这个从空中俯瞰拍到了 2000多辆Nissan的新车排排站 这个排列在码头上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背景的 最近有一艘从日本出发 载满这个2000辆Nissan新车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汽车的车子 开往洛杉矶 美国洛杉矶的码头 可是开到一半 这个美国人就说 等一下你停在外海 你距离这个岸边 大概一里一海里的地方 你就抛锚 你把你的锚抛下来 你停在海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现在美国 主要的需求减缓了 所以这1000多辆 2000辆的这个你上新车 要不要让你进来 变成pending在那里了 那这一艘船就变成在这个海上 就变成海上这个parking 的这样子的奇特景观 看起来很壮观 他parking在海上 大概一个礼拜吧 才准许他入港 洛杉矶的这个码头 才准许他入港 所以我们再请问一下 执行长 这一波这个 当然这个洛杉矶码头事件 看起来好像是需求量下降的关系 这个背后的原因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显现说 我们未来的溢价空间 也更大了 事实上全球汽车车 汽车产业事实上受 这是疫情的冲击 这个是一个静音 我们如果从远一点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从这两三年来 其实全球汽车产业 其实都受到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也有一些 属于营运上的问题 那我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像欧洲的雷诺 那事实上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 其实是Nissan加上 雷诺加上民主比许 这是形成的一个三个品牌的联盟 这三个品牌联盟 事实上在从去年的时候 就因为高恩 整个执行长的事件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 营运上面的一个停顿 所以这三个品牌 事实上在疫情还没来之前 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 所以在疫情来了之后 整个因应的步调等等之类的 其实都有一点是雪上加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所谓的需求不明朗的情况下 然后整个在营运上面 也出现了一些瓶颈的情况下 这几个品牌 都是市场上现在相对起来 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这些品牌 在台湾相对起来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在台湾 如果是你上的话是育融日产 但是全球的步调上面来讲 还是间接会影响 我相信其实在台湾 现在目前来讲 你上在店头第一线 对消费者直接有关的销售的条件来讲 其实算是蛮优惠 所以溢价空间有可能越来越 比较有弹性 对其实这段时间一方面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说 KIX是在所谓的小型SUV 目前是龙头 那在这个龙头上面 它为了要确保这个龙头 当然下半年 因为会有Toyota的竞争出来 所以KIX就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动作了 那我们从第一线回传回来的消息 就发现 事实上它在整个的销售条件上面来讲 的确已经有出现优惠的这个情况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Ucar执行长陈鹏旭 陈执行长跟我们做的连线和精彩的分析 谢谢您 再见 我们再回头来看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刚刚讲说 消费者可能可以占到一点点便宜 就是在溢价的时候更有弹性 就是看你的本领 另外这个销售因为微粒化 所以车业现在也纷纷 抛出一些优惠 或是一些好坑的 包括你可以看到 保时捷 现代还有KIA 中华商用车 都宣布在疫情期间 保固到期车辆的保固期 自动延长三个月 或者是免费延展到六月底 还有核泰汽车 推购车送第五年的延长保固 马自达优惠价加购第四 第五年的保固 玉龙是长期提供新车六大系统 八年延长的保固优惠 这也是看好未来 包括四月 包括五月 可能车市会回温 可以带往相关的产业链 一个指标就是 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数据显示 四月份大陆新车销售量 已经达到了207万辆 年增率已经达到了4.4% 月增达到43.5% 已经终结了连续 21个月的负成长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有可能 五月开始相关的产业链 在台湾可能可以赢得春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概是最后一个已经公开了 但已经走了